早上七點多抵達桃園機場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夫人李嘉芬 23號啟程前往菲律賓越南 展開為期五天海外輔選 隨行還有國民黨代表立委市議員 要跟東南亞僑胞拔甘情 今年5月份開始 我們僑界的好朋友就一直非常 積極的在邀請 希望我跟市長可以一起過去 到菲律賓 到越南 大家互相去見面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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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訪菲律賓 形成緊鑼密鼓 李嘉芬不只參加喬宴 專題演講 更關鍵的還有造勢大會 希望催出海外選票 甚至台商糧草之源 要在最後時刻祝韓國瑜一臂之力 對照民進黨長期耕耘東南亞 國民黨卻疏於經營 李嘉芬這趟能否加分 牽動選戰走向 老婆大人當分身 海外出征 韓國瑜更是一刻不得閒 二十三號前進嘉義阿里山 與當地農民座談 還到故宮南院 凸顯當地觀光蕭條現況 時間根本不夠用了 原定十一月的訪美行也只能喊咖 人在美國華府參訪國務院的政治評論員鄭教欣表示 已在第一時間帶韓國瑜向美方人士與僑界致意 至於日前傳出美方出了五道考題 包括經濟是否過度依賴大陸 如何處理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壓力 是否配合美台軍購等等 外界揣測韓國瑜是因為答不出來 所以取消訪美嗎 鄭教欣不以為然 不代表美國官方的意見 因為是政府的教育 只要是從事國際關係的人 或者是國際教育的人 都可以非常輕易地對這五級做基本的回答 所以因為不能回答這五級 所以不能到美國或不敢去美國 完全是五級制度 美中關係非常糟糕 那麼兩岸關係非常糟糕 所以情勢已經有點不同了 那蔡英文現在特別尊重美國的意見 而且甘心成為馬賢卒 那更可能為美國所重視 所以說會放棄韓國瑜 戴個帽子或者穿個小鞋 都對選情不見得加分 還反而會有害 專家分析 美國總統川普當家 在美中對抗的氛圍下 兩岸關係是否平穩 似乎不是美國首要考量 與其打沒把握的仗 韓國瑜不如把心力擺在台灣 尤其11月18號正式登記前 得趕緊決定副手 與行政院院長人選 貫注之後 諸人去了美國 而且表現也很好 但是好像對選情沒加分 因為大勢已去 國民黨大勢已去 所以說去不去美國 對影響選 對選情似乎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現在其實還算慢慢上升之中 我們當然以選舉為重 所謂當選才是硬道理 韓國瑜並沒有蔡英文的龐大的行政資源 行政院長可以跳出來幫他輔選 然後交通部長也可以擔任他台中的競選總部主委 他是整個行政團隊在輔選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能用的人 能幫忙的人 能當分聖人全部都要上 韓國瑜領軍帶頭衝 同時打夫人牌 分進合集 拉台氣勢擺第一 當選才是硬道理 TV北新聞 廖廣斌 戴月利 特別報導